不得不说 国运其实是站在中国这边 八亿战争后 美国公布了两项重磅经济数据 一个是美国9月份的通胀 比预期的要高很多 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还有一个是美国国债没人买了 以及交易商自己吞下了18.2%的份额 这出乎了欧美的意料 要知道 今年以来美联储疯狂加息 目的就是为了降低通胀 顺便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 当时全球国家都不好过 中国也不例外 国内房地产债务爆雷 把很多人的信心都给搞没了 国际市场上更是疯狂炒作中国经济问题 什么中国金融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A股崩盘 中国经济就崩了 房地产不行 中国制造业肯定下滑等等 搞得我们国内的人都没有信心 不知道的人以为 中国经济马上就要崩了呢 美联储也趁机放出大招 强硬声称 年底还可能再次加息 一旦加息 全球的资本可能进一步回流美国 那么下一步就是 逼迫世界其他国家大量购买美债 到了那个时候 中国的压力会更大 结果呢 美国加息的目的 一夜之间被打乱了 国债呢 也没人买了 反观中国国内 虽然经济形势也不好过 但是通货膨胀依然是全球最低的那几个 甚至吃的物价方面还有所下降 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经济的韧性也凸显了出来 出门旅游的人数达到了8亿人次 单单国内旅游的收入就高达7500亿元 打破了多项记录 国外一看傻眼了 不是说中国人没钱了吗 为啥还有这么多人出去旅游呢 颤帅了半年 中国的经济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脆弱 甚至是一个让他们无法理解的存在 事情到这还没有结束 本来呢 中国人是很喜欢反思的 在鼻烂的时代 总觉得自己好像处于劣势 总是担心自己啥时候不行了 有些人甚至已经主张投降了 觉得买点美债讨好向美国 换取减轻制裁的力度 结果8亿冲突后 物价上涨 美国国债没人买 大家好像又看到了希望 国运一下子就到了中国这边 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无法接受的 自从2018年以来 美国先是对中国加征关税 主动发起了贸易战 结果中国工业并没有崩溃 反而是美国自己通货膨胀了 然后就是科技战 通过小院高墙 对中国科技企业极限施压 但是随着华为MAT60的横空出示 美国科技战也基本没用了 后来恼羞成怒后 就搞了个军演 来个无力威胁 结果仅仅半天时间就怂了 可以说 美国对中国就剩下了金融战 在金融领域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不仅掌握了全球通用的货币 而且各种金融工具和机构 也都是美国的 任何一个国家 都无法单独对付美国的金融工具 以前美苏冷战 就是从军事 贸易 科技战 一直达到金融战 最后拖垮了苏联 现在其他国家 自然也很难与美国直接竞争 金融战从美联储加息的那一刻 就开始了 他们最大的目标 当然是中国 但是中国有自己的金融堡垒 哪是那么容易收割的 所以他们只能先收割小国家 但是小国自己都没钱没工业 拯救不了美国经济 于是他们又把目光转向欧洲 挑动大猫与邻居打了起来 成功让大把资金回流美国 收割完欧洲之后 美国制裁把所有的金领对准中国 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哪里哪里资金外逃了 股票暴跌了 债务危机了 背后都有这些资金的银子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金融战 美国竟然也遇到危机了 魔幻的是 这次危机不是中国太强大造成的 而是美国国债自己给玩坏的 给大家看个数据就知道了 今年6月份 美国国债首次超过了32万亿美元 当时很多机构已经觉得 美国还不起债务了 甚至是国际评级机构 汇誉将美债评级都给降低了 大家都呼吁美国降低国债 不然后果会十分严重 但是没想到 仅仅三个月的时间 美国国债不降反升 就再次飙升到了33万亿美元 这把很多人彻底搞懵了 国债这种东西 说白了就是借钱 完全是靠信用支撑 信用好时 就有大把的人借钱给你 可信用一旦没了 那么就很难再借到钱了 就算是借到了 利息也会很高 以前美国是科技之都 人类的灯塔 全球的军事霸主 大家自然也不怕他们没钱还 都相信他们 愿意把钱借给他们 结果你自己倒好 破罐子破摔了 不仅没想着怎么还钱 反而是越借越多 其他国家和机构 当然对老美能否还得起钱 就没有信心了 按照他们自己的原话说 就是美国国债 已经不是会不会爆雷的问题 而是一定会爆雷 只是具体什么时候不知道 这就像击骨潮花一样 谁都怕最后在自己手里爆炸了 因此有些人就开始预测 美战很可能是中美竞争中 美国衰落的最大因素 这个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 美苏冷战打了多久 整整40多年 可以说是一个持久战 从目前美国的态度来看 中美竞争不能说是冷战 但起码也是一个持久战 持久战怎么打 匪人曾在中日战争的早期 发表过《论持久战》 里面就说过 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 都是不对的 前者只知道妥协 自己轻敌 一旦时间久了 可能就会失败 抗日战争一定是一个持久战 这和中美竞争何其相似 中美贸易战刚刚开始时 有些人觉得 中国应该妥协 只要让出了利益 美国就不会咄咄逼人 还有人盲目自信 总觉得美国就是纸老虎 很快就可以打赢了 结果事实是 老美亡我之心不死 一再让步也没有用 于是硬着头皮打了五年 然后才发现 打持久战 中国优势更大 当然到了现在 还有人担心 中国能否顶住 事实上 中国人更懂了 比如伟人在论持久战里 就给出了战争打赢的条件和时间 打赢日本的第一条件是团结 第二条件是 其他国家能认清日本帝国主义 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 联合抗日 那么中国将快速取胜 如果不能 第三条件是 日本内部出现问题 其中第一条最重要 只要中国内部足够团结 那么抗日战争就一定会赢 如果再有第二条或者第三条 那么中国将快速战胜日本 后来证明 伟人的持久论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越打越强 日本后期很难招架 在被美国介入后 迅速投降 现在再回头去看中美持久战 几乎是一模一样啊 刚开打时 大家是比较欢乱的 但是时间一长 中国内部就开始团结了 然后贸易战赢了 科技战赢了 军事战也赢了 只剩下了金融战还在打 而金融战则是让其他国家 认清美国收割世界的关键 持久战打的其实就是钱 就是谁的后劲更足 中美金融战打得越久 美国的各项支出就会越多 美国的国债就会越大 按照美国的尿性 他们肯定会更拼命地印钱 更加拼命吸全球的血液 才能维持美国巨大的支出 只要吸得足够狠 吸到其他国家疼得受不了了 他们就会抛弃换下 不再相信美国 因此我才说 美债可能是中美逆转的关键 但是美国又没办法解决 国债这个问题 国债是美国政府运作的重要工具 美国的财政支出 主要是发行国债 然后再利用收入去偿还国债 美国科技 政府管理 军队支出 甚至是科研和娱乐宣传 都要依靠美债来运转 与中国打的范围越大 美国财政支出越大 美国国债就越大 这就是一个死循环 不打就看着中国强大 拼命打 自己内部可能就崩了 所以现在的美国高层科不关以后 先打了再说 有点把锅甩给后人的味道 这样一来 美债和美债利息狂飙 就是百分百会发生的了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自己的预计 2033年时 美国国债的利息将会飙升到1.4万亿美元 也就是说 以后美国单单付给别人的利息 都可以再养出一支 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了 而且 这个还只是乐观估计 美联储不断加息后 美国国债在未来将会再次飙升 根据联邦储备经济数据预算 2023年 美国国债利息将会超过9000亿美元 同样能养活一整个军队了 也就是说 未来美国将会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来还债 如果你还不懂 就把它当作校园贷 大学生靠自己根本不可能还得起高额的利息 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越钱越多 最后连利息都还不起了 如果不断贷 别说学费了 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 美国财政也是如此 他们本来就是赤字了 而拿出更多的钱用来还债 那么在科技 政府管理 军事等领域的钱就越来越少 最终这几样都得崩溃 这一点同样没有乱说 我们就以美国自己的数据来一个个分析一下 先来说说美军 美军得以称霸全球的根本是什么 除了先进的武器 以及庞大的航母群外 就是广布全球的80个国家和地区的750个军事基地 依靠这些军事基地 他们可以威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而要让这140万人 甘愿为美国的利益流汗又流血 靠的无非是两种方法 一个是精神激励 一个是物质奖励 美军可不像中国是人民子弟兵啊 跟他们说什么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 估计连他们自己都不信 哪有保家卫国保到别人家里 烧杀侦掠的 物质或者说金钱奖励 就成了维系美军战斗力的最重要手段 这笔金钱数目有多夸张呢 2011年的时候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人数差不多有10万人 但是每月的工资和装备的支出 却高达100亿美元 平坦到每个人头上就是10万美元一个月 那可是10年前的10万美元呢 可以买上一套房子了 如果是现在 这个价格再翻一倍 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这也是为啥美国要退出阿富汗战产的原因 因为实在是打不起啊 这就导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 美国空有全球军事基地 却不敢轻易打一场真正的战争 因为军费的开支 实在是太大了 美国海军在去年时 就已经出现了欠辛欠降的丑闻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有欧洲非洲海军司令部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 和美国舰队司令部 三个部门 存在严重的欠降问题 不仅住房补贴 特别津贴拿不到 就连离职和退休金都被各种拖延 后来美国海军高级将领都开始讨要薪水了 甚至威胁说 再得不到足够的经费 美国海军的飞行员 飞行小时将减少20% 直接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这才解决了欠辛问题 美国军费支出已经是全球最高的了 这都顶不住 可以想想 国债利息多了以后 就更养不起这些军队了 没有了高工资的美军 还会是那个所向屁靡的全球霸主吗 同样的问题还有美国政府机构 如果说美国军队是全球霸军的硬实力 那么美国某则是全球软实力 在美国与苏联的争霸过程中 曾经有过一个很有名的厨房辩论 使得美国总统尼克松用美国厨房设备更好 人民生活水平更高 基础设施更完善等等 来宣传美国的优越性 想维持这个优越性 就需要一个高效的政府部门 但是你看看现在 美国国内大妈林元购已经开始弯烂 还夹杂着种族歧视 性别混乱 环保游行等等问题 比如说生活水平了 就是人身安全都无法保证 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原因可能有很多 但是政府管理效率下降一定是重要因素 因为不断膨胀的债务困扰 在过去的时间时间里 美国一直在试图削减政府部门的经费 首当其冲的就是警察 监狱 教育等开支巨大的领域 比如教育经费的不足 导致美国公立技术教育变成了一个灾难现场 2023年时 美国就曾做过调查 发现有超过20%的成年人 是功能性文盲 他们的读写能力低下 甚至有些人连英语句子 和加件乘出运算都搞不懂 如此低劣的教育质量 导致很多美国人找不到工作岗位 最后只能走上抢劫 流浪的道路 根据调查 美国监狱系统中的成年罪犯中 有85%的青少年罪犯 都是功能性文盲 本来犯罪率高也没啥 只要多派一些人手加强管理 那么美国社会的稳定 还是能够保持的 但是恰恰美国警察的经费也在缩减 有些地方因为警力缺失 报警都需要排队 多的甚至几个小时都没人管 而且就算抓到了犯罪分子 监狱也关不下了 因为监狱的经费也在缩减 根本关不下这么多的犯罪分子 因此美国就将一些轻微犯罪分子提前释放 重刑犯也能够得到保释 这还算好的 像加州地区更是进一步白烂 直接宣布 暗值950美元以下的林元购 轻罪化 抓住了也不会被关进监狱 这也是林元购 抢劫 枪击事件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根本原因 到了今天 不用我们唱衰 美国自己曝光的林元购 吸毒聚集地 贫民窟都已经到了下人的地步 就连美国政府部门时不时要求高工资 否则就停摆 这样的环境 哪个国家的人还能以美国梦为荣呢 除了军事和政府管理以外 美国的各个领域都在要求加薪 比如科技领域的航天 芯片 电池等等领域都在要求补贴 不是哭穷 就是渲染中国科技赶超了 要加进投资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伸手要钱 但问题是 美国财政收入就这么多 把它用来补贴和财政支出 债务就还不起 用它来偿还债务 这些领域就得被中国反超 于是只能硬着头皮多发点国债 国债多了 也会出现上面说的无法偿还的问题 基本上就是一个四循环 因此我才会说 美国债务是中美追求战中最关键的一环 它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不管什么时候爆炸 一定是在美国自己内部引爆 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 和以前一样赖账 很多人到现在都觉得美国不会赖账 但实际上没有人告诉你 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违约 18世纪 美国独立战争时就借了大量的钱 结果战争胜利了 有一部分人就要赖掉这笔钱 不仅不给老兵承诺的费用 还闭门谢客 不偿还其他国家的钱 后来因为担心其他国家报复 违约的成本太高 有些人才力主借钱去还债 这也是美国国债诞生的原因 所以美国是真想过赖账 而且真是赖账过 只不过有人替他们承担了而已 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 美国原本答应 美元可以跟还金挂钩 任何国家只要拿这美元 就可以去美国银行兑换还金 结果这套体系还没到30年时间就崩了 因为美国印钱太多了 根本无法全部兑换 于是他们干脆直接不让换了 这本质上就是违约 但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太强大了 不同国家的利益受损程度又不一样 再加上大家都需要一个国际通用货币 因此大家也都默认和支持了这种做法 但以后就不一样了 大家利益受损之后 谁还会支持他们的做法呢 其实美国投资市场上 有一种特殊的保险 叫做国债违约保险 光听名字就能知道 这个保险是干嘛用的 简单来说 就是国家和机构担心美国违约 因此给国债买上一层保险 说白了 还是觉得美债有赖战的可能 而今年 因为投资者们对美债违约的担心 美国国债违约保险的成本 不仅创下了历史记录 而且到了比希腊 墨西哥等国还要高的地步 要知道 希腊曾经被称为欧洲五国之一 因为债务违约情况 引爆了2010年的欧盟债务危机 由此可见 美国投资者们对于美债的信心有多低了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说过 美国用一千不值的废纸 掠夺其他民族的资源和工厂 如今 美国国债已经到了临时转折点 或许只需要一次战争 一次战略失误 一次科技衰退 就会引爆这颗雷 到那时 我们就将获胜 好了 我是熊猫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下期见